上週 中共官方與一些房地產企業密集召開座談會 釋放當局對房企信貸調控有望鬆綁的信號 12號 六中全會結束後 中共銀保監會再強調穩地價、穩房價、穩預期 遏制房地產金融化、泡沫化傾向 13號 中共央行調查統計司前司長盛宗成表示 房地產調控在邊際上有所放鬆 但調控的大方向不會改變 不會再回到原來的老路上去 他說 中國房地產市場運行的底層邏輯已發生變化 市政評論員王赫認為 當局擠壓民企的生存空間 推動公有制全面擴張 經濟學員報導指出 中國金融系統迫在眉睫的危險不止恆大 隨著更多債務到期 相關震盪恐加劇 野村證券統計 2022年第二季 中國房地產業必須償付200億美元債券 相當於本季兩倍的規模 與此同時 中國商業銀行體系中有高達20%的銀行 與民營公司或企業大亨關係緊密 群貸資本主義風險加劇 如同2019年包商銀行倒閉引發的效應 其誘因是為了取得信貸優惠 民營公司與企業家買進銀行股份 文章認為 對習近平而言 加強國家控制 或許是處理房地產與銀行風險的解答 但也為市場帶來更多的扭曲 新唐人記者李林青 林岑欣 劉芳採訪報導